选后有动荡出现在巴西 因为巴西前总统卢拉 在日前的总统大选当中 以领先1.8个百分点 击败了争取连任的 现任总统博索纳罗 博索纳罗在1号表示 将会继续遵守宪法 而最高法院随后就表示 博索纳罗已经承认了 选取结果 并且授权展开过度工作 但在巴西的全国多地 博索纳罗的支持者 一连两天的堵路示威 最高法院已经下令 警方来清除障碍 博索纳罗自大选落败后 1号首次公开发表讲话 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败选 也没有提到当选总统卢拉的名字 但就表明会遵守宪法 对于支持者发起示威 抗议选举结果 博索纳罗表示 和平示威一直是受欢迎的 但不能采用伤害人民 侵害私人产权的手段 幕僚长诺盖拉表示 博索纳罗已授权他 协调新旧政府的移交 巴西最高法院随后也发表声明称 博索纳罗已承认选举结果 并授权展开过度工作 博索纳罗并亲身前往面见法官 卢拉所在的工人党领袖霍夫曼周二表示 此次当选的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 计划从周四开始 着手协调由旧政府向卢拉领导的 新政府的过渡 然而一些博索纳罗的支持者 已经连续两天在巴西各地 进行堵路示威 包括圣保罗 瓜鲁柳斯 这一主要大型国际机场外的道路 许多抗议者披着巴西国旗 身穿巴西国家队T恤 高举反对当选总统卢拉和高等选举法院院长的横幅 占领了机场的主要通道 导致25个航班被迫取消 警方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瓦斯 除机场外 里约任内卢等其他城市的主要路线也被封锁 联邦公路警察表示 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巴西26个州的至少23个州 有超过250宗堵塞或局部堵塞事件 圣卡塔利纳州有接近70%的选民支持巴索纳罗 是路障最多的州 巴西最高法院周二下令警方清除路障 并对不遵循命令的人出以罚款或监禁 此次堵路示威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是受益于巴索纳罗降低柴油成本的卡车司机 而他们封锁高速公路时会扰乱巴西经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